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一些要点 那今天的话是第五次上课啦 所以上次第四次上课的主要我们大概重点 不外乎就是在把那个就是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除了枢纽分析表之外 就是在把枢纽分析表变成图啦 那实际上这个地方我们是把它变成那个VBA的程式 那VBA程式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用录制的 那其实Essail里面我是觉得比较友善一点的部分 对于那个程式开发的地方 就是说它可以用录制的 但是录制下来的话 你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地方 要特别注意要修改哪里啦 因为其实录制完之后 你要让它可以很顺畅的执行的话 恐怕还有一些地方要特别小心 尤其像枢纽分析表里面的话 像是怎么样指定哪个工作表 你可以用那个Active Shoot 或者是说如果哪个储存格的话 我是建议你用Range 这两个物件其实相当重要 就是工作表物件跟范围储存格物件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说 就是Shield物件 还有就是增加那个直条图 甚至我们上一次上课有讲到有关建立那个3D地图 比如说你的资料里面假设牵涉到有关 这个地理位置的话 其实这个新版的那个Excel里面 其实有提供一个3D地图的功能 那这个蛮好用的 我是觉得你可以把数据 直接放在那个就是地点上面 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是还蛮OK的 但是呢它里面有一些限制 就是你可能还是要提供给它一些讯息 比如说到底是限制还是完整地址还是经纬度 其实经纬度会跑的最快 如果你给地址它好像里面的那个 就是3D地图的程式 它会先帮你转换到那个地址 然后再把那个地标打上去 OK那其实你可以呈现出什么 比如说哪个地方的切照案件比较多的话 你可以打地 或者哪个地方销售量比较多 你也可以把它地标打上去 OK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有讲到有关爬虫部分 那爬虫部分当然方法很多啦 其实能做的方式其实蛮多 但是哪个方法会比较简单 又不容易出错 OK那这边我上个礼拜 是有提到有关有一个叫 这个Query Table物件的这个部分 我是觉得这个物件的好处就是它程式其实不多 那蛮方便除了说可以下载CSV之外 其实后面我们会下载那个网页里面的表格 也可以用Query Table 那不过特别是网页里面一定要是表格 不过现在似乎有个趋势 就网页里面的那个表格好像越来越少 大部分都会用DIV 所以如果用DIV的话 那这一个物件可能就不太适合 那这个后面我们还会再提到 那其他的话还有同学就提到有关CSV的这个发布部分 那其实如果你们将来 你要把资料发布给别人 也就是你要提你是一个资料提供者的话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那个Google试算表 那发布之后上个礼拜要讲到 那你可以直接把那个 你Excel里面的档案直接就发布成CSV 但是它内码就UTF 把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好处就是说你不需要任何的费用 那就可以 以前如果你要做的话 你可能需要一台主机 然后把档案放在主机上面 然后得到一个网址 然后才提供给使用者 那现在如果你不想要这麻烦的话 你可以用Google试算表 那Google试算表有个问题 因为它是共用云 大家都可以用 所以会有资安上面的疑虑 那这个也是很多同学常常问到 老师那如果 我不想用Google试算表的话 那有没有别的方法 那我上一半有提到 你可以自己架 架那个云端 那自己架云端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 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机器 NAS 那你去买这个机器 然后可能还是里面要放硬碟 而且要连线 那自然它会帮你把资料放在云端 我自己使用起来 我是觉得相当简单 几乎是非常懒人 它里面有一些 这个step step 自动可以帮你把这个 NAS的云端架设起来 那它其实里面的所有功能 基本上就是Google上面有的 几乎都有 我就觉得蛮接近的 OK 那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抓取其他年份 当然因为台电的资料 用电资料 其实相当多 好像从104年到110年 那当然你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想要把全部的资料抓下来的话 是不是可以写个回圈 不过这个 因为它质量太多 好像一年就80几万笔 实在太多 所以这个 如果有兴趣同学 可以自己再试试看 甚至你可以再观察一下 每年的用电情况 到底是多 一定是比较多 可是多多少 那还有就是说 你可以再查一下 台电的供电跟用电 两者间如果相抵消的话 如果趋势分析一下 到底哪一年 大概多久之后 会是供需失衡 那当然你就可以知道说 如果供需失衡 是不是政府要赶快盖电厂 如果他没有办法盖电厂的话 那一定会不够电的话 那怎么办 OK 那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撰写那个插入栏 或者是说用AutoFill方法 这个比较是VBA的一些进阶的用途 也就是说我今天希望呢 可以自动下载资料 并且插入我需要的资料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其他还有就是追踪方式 我之前的追踪方式 是向下追踪 那上个礼拜 刚好有同学提到是向上追踪 可不可以啊 其实我是觉得 城市谈信息相当大 那至于你要怎么写 只要符合城市的规范 我想应该都把它 这个这个写出来都没有问题 那今天的话 也许我们再接着来看其他的东西 那理论上我们后面的上课的内容 基本上就是抓 不外乎就是爬虫 就像前面讲的 那爬虫当然呢 我们一样啦 就是说 会先从基本用人工 那不是说叫你用一直用人工 人工的话其实相当没效率 那怎么用这个城市的方式来爬虫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呢 又多讲了一个用Creditable的方式来下载资料 OK 所以呢等一下请各位也许 也许先练习题吧 比如说我今天呢 出一个题目给各位啦 你们想想看 因为选举快到了 那当然我们不牵涉到政治 我们主要是想要知道说 到底哪一个县市 比如直辖市 哪个县市 对于治安的管理这几年是最好的 比如哪个市长 他这个前几任的做的是最好 当然呢 其实我是觉得有一个指标 就是说政府的开放平台 有没有 其实这个开放平台主要就是 就是政府 当然最好是怎么的 你所有讯息都公布出来 那自然就比较不会有所谓的黑箱作业 比如说呢我想知道一件事 到底哪一个县市 他的那个六都 OK 应该只有六都可能才会放 因为人力比较多 到底哪一个县市 他的治安这几年是变得更好的 OK 那当然你也 比如说住宅好了 那当然你可以怎么 在开放资料 就是data.gov.tw 或者你打开放资料 那当然你在关键字里面打一个窃盗 假设啦 我今天希望呢 做一个练习好了 那这个练习的话主要就是第一个啦 我希望练习爬虫 那爬下来的资料呢 可以马上知道说 当然你要分析嘛 你可以用一些函数的方式 再利用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然后分析出结果之后 那就可以知道说到底 这个数据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啦 就是说可以把数据 做一个图像化的一个呈现 那当然呢就可以马上知道说 到底治安是变好还是变不好 比如说第一个 那我们可以看到啦 因为这个这里面的资料 其实提供什么各县市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地方机关这边会呈现出来 到底哪些机关有提供 有关窃盗相关的资料 那你可以看到最多好像是台北市 有8笔 新北只有2笔 桃园有5笔等等 那当然如果里面 假设有牵涉到住宅窃盗 是最好的 这个好像这个就有了 但是呢可能提供的资料 最好是CSV 那当然他这边有提供API API理论上应该是Jetson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 比较直接最简单的 好像最容易抓的应该是 这个啦 台北市的住宅窃盗 跟桃园市的住宅窃盗 那有没有台中啊等等的 OK看起来好像 排在比较前面的 好像这两个比较直接可以抓 但是呢如果我想 假设我们刚好以这两个县市当案例好了 如果我想知道 到底台北市跟桃园市比较好了 到底 你好像资料也都提供的范围 是不是都一样 好像也都从104年开始提供 如果我想知道说 到底台北市的住宅窃盗是变好还是变不好 那相较于桃园 是不是也是会有一样的问题 OK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我想知道说 到底这两个县市 哪一个区域的住宅窃盗案件是最多的 当然有分区啦 比如说那个什么 台北市最贵的应该是大安区 那我假设我想知道说 这个房价跟治安是不是正相关 OK是不是他房价越高 他的窃盗越低 还是 刚好是负相关 还是不相关 这个我不知道啦 不过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另外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目前因为我们只有讲CSV 所以呢请各位看一下 刚好有CSV 那未来我们还会再讲像那个什么 这个API 那API理论上应该就决省了 我们点开来看一下 比如像青年切刀资料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就有提供CSV跟API 那API的话你可以点击进去的话 点击他看看 他里面提供1,2,3个栏位 OKUTF8 API 那我看一下 那API的话呢理论上 我看一下开放资料 他会用这种方式呈现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呈现方式的话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Json 那你可以看到啦 那Json的话通常是外面是大瓜糊 OK 然后大瓜糊里面会有 有一个Key跟Value Key的话呢 就是冒号的左边 Value的话右边 不过你会发现 哇这个资料如果要把它抓下来 显然是会需要有一些方法 OK那怎么做 后面我们还在提到有关这个API 其实这边指的就是Json 怎么去抓这个资料 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也许你们先从第一个好了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 那比如说呢我想知道 最好是将来这些资料的统计 可不可以就是变 就是说变程式 最好是写一个程式 自动什么 自动下载资料 资料在哪里 资料在这边 OK 这个网址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台北市政府因为他好像下载 虽然是开放资料 但是他因为之前 程式可以直接抓这个网址 但后来他好像在这个网址上面 动了一些手脚 让你没法直接抓 所以跟各位讲一下 后来我试了一下 这个网址你直接抓会失败 那怎么办 没关系你抓下面这个网址 下面一样会有个CSV 也就是你手动点击它 它会下载 它好像多了一个attach 就是变成一个attach mode 就是它下载变成是直接下载 它不让你抓 但是可以下载 那如果你要抓资料的话 你可以从这个CSV 按右键 这边就有个什么 复制连结网址 一样可以得到一个 你的那个网址 那当然你可以把这个网址 那当然你可以把这个网址 丢给那个query table 去抓取 OK 那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们未来需求是 可以直接扒取 然后直接 产生数据分析表 然后直接产生数据分析图 不过在做这个当中 你可以先用手动的方式 先踹踹看吧 OK 那先请各位呢 先试着把刚刚讲的部分 稍微练习一下 OK 那我一样把那个画面 先还给各位一下 等下 好 并 Allahu